台灣可以買到我們期待已久的 M1 A2戰車了 那不只買到戰車 還買到250枚四針飛彈 總價685億 哇 不得了 花這麼多錢 所以當然問一下校尾 我們會不會是盤子 盤子說真的不至於 不至於那就好 其實就是說我們看到這一次有幾款武器 包括像M1主戰車 當然M1主戰車我們之前沒買過 所以像你看到這個M1主戰車 它在目前這個地球表面上來講 它絕對可以排到前五強的戰車 地表最強戰車 前五大戰車之一 我們為什麼需要像這樣的M1 A2主戰車 因為我們現在的主戰車 巴頓戰車M60A3或M48H 它這個車跟目前大陸的主戰車來講 已經有代差了 你說人家真的一代了 那個差在哪裡 首先我們的戰車還是用鑄造砲塔 也就是說它是用鐵熔的熔鐵 去鑄造的一個砲塔 但是我們看到M1主戰車 它的外型零零角角 冷冷角角的 是怎麼一回事 它用到是現在的戰車設計的主流 叫做一個什麼 叫複合裝甲 也就是說它一層鋼板 加上一層其他的不同的核心 再加上一層鋼板 或甚至又更好的核心 然後把它壓尬在一起後 作為戰車的防護板之用 那這樣的防護板 因為我們講到 它已經是好幾層不同的核心 壓尬在一起 所以它沒有辦法做成圓形的 所以它一定都是這樣 冷冷角角的 那這個車呢 另外跟我們現在的主戰車相比 你看剛剛冒煙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120的滑膛主炮 碰好亮 亮了一下 120的滑膛主炮 它跟我們現在的M48H戰車來相比 我們現在的M48H戰車 只有105公里 它120 所以我們這個新的M1 A2戰車 它的射程更遠 也就是它這個炮 可以攻擊更遠的目標 而且它是穿透力更強 那因為大陸的主戰車 都已經用到125公里的滑膛炮 它不但能夠打炮彈 還能夠打叫做炮射反戰車飛彈 所以你說跟我們現在這個戰車來比的話 當然相差更多 但是我們還是回到錢的角度 好 所以這輛戰車很厲害 我們知道了 好 這M1 A2戰車呢 總共這次我們要買108輛 據說美國已經答應了 要花多少錢呢 我們來看到 要花超過20億美金 超過新台幣620億 同時報載說 我們還可以買到標槍飛彈409枚 很有可能要花1.29億美金 大約新台幣40.4億 次針飛彈我們要買250枚 要花2.23億美金 大約新台幣70億台幣 但是我們查了一下 這個我們不是沒有買過 像次針飛彈我們在2015年有買 當時250枚花61億 現在250枚要花70億 怎麼漲那麼多啊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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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be crazy Longong IKiKiKi 通通起價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樣 是指對我們台灣人起價 還是對全世界起價 好 其實這樣講 阿關我們有一個對武器來講說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今天武器這個東西 永遠沒有一個叫做公定價 我們今天去買車 我們知道 如果今天你買Sephyr 2.0到 一般那個陽春版到Sephyr 3.0 那個豪華特飾版 它的價錢絕對不一樣 對不對 但都都白白 好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CG的價格 你可以使用機器 那也就是說 他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買一個武器 其實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是跟美國國防部買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這個錢 我們是跟美國國防部簽約的 那美國國防部簽約 他收到這個約以後 好 這個時候他就要看 如果說今天剛好美國陸軍 或美國其他的盟邦 也要買這個飛彈 他就湊一個什麼叫 團購價 所以這個時候價錢 就可能會低一點 那如果說今天你這個單 所以就是說 這些武器都沒有公定價 其實真的是沒有 真的完全沒有公定價 就看你跟他簽約的時候 你這個單是大單 小單 單獨單 還是一個團購單 所以那當然 好 第一我們看到 就是我們之前 2015年買的時候 你看他61億 今年漲到70億 那這個是那個 就是刺針飛彈 刺針飛彈 這個飛彈其實說真的 它非常的厲害 為什麼 它這個東西可以說是什麼 恐怖分子的最愛 真的是恐怖分子的最愛 所以那時候美國願意 把這個東西給我們 也代表其實美國對我們 有足夠的信心 就是說今天這個東西給你以後 不會流落到恐怖分子手裡 它這個到底有多厲害 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看 就是說 以這個過去 在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那當然這個東西 它在射了大概400多枚 打掉260幾架 那個蘇聯的軍機 它很厲害 對啊 也就是說可以說 至少是兩發一定會中一發 那它的 為什麼難發 等一下 我先問一下 兩發中一發就算很厲害了 算很厲害了 那不是才50%的成功率嗎 其實甚至於高於50% 就是說這個東西你看 它這個操作剛好兩三個人對不對 也就是說它是一種 叫單兵C型式的 就是說我可以帶著它到處跑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在 抵抗我的敵人的時候 我可能我今天從假的 移動房屋 移動到另外一個房屋 我人這樣偷偷摸摸跑過去 我就可以把它帶著走 那不像過去 我們其他的這種野戰防控系統 很重啊 甚至可能還要開個車 或兩三個人把腳架扛走 你只要人移到另外一個房間 然後找到一個窗口 從這個窗口探頭出去 看到敵機 然後瞄準它 然後聲音響 那個響音正常 可以發射的時候 一按 咻 飛彈射出去 碰 命中目標 你說對於這個 講得好神啊 對 你對攻擊軍來講 這個東西其實很難防你知道嗎 就是當它出現 瞄準攻擊你 這時間可能就短短幾秒鐘而已 所以對於這個攻擊 而且單兵就可以作戰 單兵或兩個人 基本上是兩個人 而且好 兩個人來說 配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看到 也是Key給了一個飛彈 是什麼飛彈呢 就是標槍反戰車飛彈 標槍我們也來看一下 標槍飛彈呢 我們這次買409枚 剛剛有談到 花40.41新台幣 我也很擔心我們買貴了 因為2009年呢 我們是一枚花新台幣720萬 當時也買過 不是沒買過 那這一次呢 2019年根據媒體刊的價格 當然這個價格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重的價格 但是如果照目前媒體 看這個價格呢 我們是一枚要花980萬 起床啊 從720又漲到980 漲了兩百多萬 所以校尾你又要唱歌了對不對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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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不用唱歌 但是就是說 我們真的必須要了解 就是標槍反戰車飛彈 搭配上這個刺針飛彈 你看標槍反戰車飛彈 也是兩個人一組對不對 然後刺針飛彈 也是兩個人一組 兩個人可以騎台小噗噗 然後呢 一個帶刺針 一個帶標槍 然後呢 你看 穿留在台灣 這個大街小巷裡面對不對 然後找一個家屋以後 他就可以進去設立他的這個據點 或者是四個人 然後各帶 各兩組 這個防空的跟反裝甲 開台全地行車 這個在大街小巷去到處走 因為我們今天如果說面臨作戰的話 我們是防守軍 仗是在我們家門口 或在我們家裡面打的 我們對於這整個地形來說 一定是最熟悉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剛剛講 這樣兩個人四個人一組 他呢其實對於攻擊軍來說 就會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當你說漲價 漲價 我們剛剛講 第一解釋可能是大小單的問題對不對 可能剛好你就是這個單 另外還有一點 我們大家也知道 武器很貴是貴在哪裡 今天雖然是15年做的 跟19年做的 你可能裡面有些原件不一樣 升級版 對 升級版 控制原件不一樣 或者說這個晶片不一樣 晶片的價格 貴起起伏伏 甚至這種軍用晶片 又特別的貴 所以如果說你剛好又是一個單獨單 然後這個時候 而且最主要還要看你最後 真正我們跟美國人簽約的時候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價錢 現在不只是估 現在是估算 好 那麼還是回到戰車 因為戰車是在這一次 我們的採購單裡頭最吸睛的 也是花最多錢的 花了620億 我的媽呀 真的花好多錢 這個戰車呢 剛剛校尾說是地表最強 那我們就來PK一下 到底跟現在的中國的戰車 像比較厲害 讓我修PK一下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那當然大陸的網友 一定是迎面倒的支持 大陸的994戰車 那台灣的網友 一定是迎面倒的支持 M1 A2主戰車 那你就中性客觀的分析一下 大陸的戰車 的確到目前為止 它也有一些外銷 但它並沒有一個實戰經驗 那以我們的這個 未來要買的M1 A2主戰車來講 它有實戰經驗 它的確當然也有人說 這戰場上三下兩下就擊毀了 但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未來的戰車 因為它還有更多的配備 譬如上面它會配備一個遙控的槍塔 另外也跟美國在談 是不是能夠有更好的自我防衛的機制 主動防衛機制等等 這些東西都加總以後 我們那個戰車 我們剛剛講最重要 它至少在火力 防護力 跟機動力上面來講 已經可以跟大陸的戰車 有一個就在立足點的平等 可以相互PK 那至少比我們現在 面對我們的發動戰車 當然不要跟現在比 我們現在這個是很落後 那我們來講一下 99式戰車 中國99式戰車 厲害在哪裡 它有一個叫 我們叫做125公里的滑膛炮 它的滑膛炮感覺起來 口徑比我們的120要更粗一點點 而且它其實可以發射彈種 除了就是一般的傳統 滑膛炮可以發射的炮彈之外 它加了一個叫炮射反戰車飛彈 因為它這個炮是烏克蘭的炮 擊毀敵人的戰車 對不對 然後不外乎是用噴焰裝甲 或是動能穿甲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配備 足夠良好的防禦武器的話 那基本上你的噴焰穿甲 跟你這個炮射反戰車飛彈 它的效果是差不多 我們都能防得住 那最主要就是要看動能穿甲 那動能穿甲 兩個炮其實來說 基本上是伯仲之間了 所以只要有了這個M1A2主戰車 至少我們面對大陸的99主戰車來講 不會是一面倒的 完全毫無招架之力了 好 當然我們很高興 我們的軍武實力會往上提升 但我們也希望 我們的錢能夠真的花在刀口上